掀起網民猜劇情熱潮 金蕭二監製拆解最爆迷底 揭關見神秘人 由李思華、陳山聰、五穎薇、趙希樂、張彦博等主演的金蕭大夏二 開播後隨即成為劇迷的話題 開播後引來大批劇迷進入銷魯模式 捕捉各個線索猜上劇情的發展 再度掀起全民古劇情熱潮 金蕭大夏二的監製葉振輝、阿世 對於劇迷用心猜劇情發展而大感佩服 在《單元五》《對島》引起曲折離奇的劇情之後 後半段的發展還很令人期待 監製阿世都說很多單元作出預告 訪客入面照重於肩膀上出現了鬼瘦的畫面 相當經率 這個單元將會承接七樓半的經率感 亦都有跟雙魚相對的淒慘感 他透露照重於在劇情中飾演單親媽媽 透過絲影養活家庭 如果雙魚是扮演很慘的人 訪客就是真真正正悲慘的人 如何播出生活的故事 由胡鴻君和蓮詩雅主演的嫁衣 在海報上未見到有靈異元素 但穿著旗袍的蓮詩雅和展示娃娃並列 而胡鴻君一面嚴肅 安排上非常詭異 阿世監製就說 海報曝光之後 嫁衣是最多人文的一個故事 可能屬於比較未斷的故事 海報裡只有他們兩個 但其實這個故事是一段三角戀 結局是意想不到 而另一個由湯樂文和葛子豪主演的樂拍 就是一個偶像玉城故事 還爆料說靚湯小時候都是喜歡日本偶像的追星族 這次演出非常貼地 而吃播中的丁子朗毛 現在留意到吃播頻道上的圓儀 綜合線索後 總結了他被綁架的陰謀 劇情有意想不到的發展 單元《不對島日》前播出之後 故事主線的平衡世界也呈現在觀眾面前 在劇中山沖飾演的Moris和Joey 都逐漸被各個線索分拆出來 其實都調了觀眾引太久了 接下來山沖和Cira將會有更多的發展 是時候交代山沖和Cira之間的關係 相信觀眾都留意到 Linia就是Ella一直找的小三 但跟Ella有愛的感應的人 就是在第二個世界的Joey 而Joey失去了記憶 Moris的下落將會是重點 至於拍下所有單元故事的相片 相機主人都會是個關鍵的人物 對於劇迷還擔心需要翻看第一輯 才摸清相關線索 監製阿世就說 只有張炎博、靚寶和第一輯是有關聯的 山沖和Cira就是全新的主角 感情線和上一輯是無關的 從未曝光任何線索的最後單元元點 就會有張炎博和靚寶演出 他們是吞食今宵大廈各個故事的一部分 而他們和兩位主角的關係 所有線索將會得到答案 監製阿世就說 觀眾真是很厲害 見到媽媽討論區很多人說 很多人還找得回劇情的真人真事去討論 初期已經有人猜到是多重宇宙 見到大家繼續猜到劇情 其實有人已經猜中了七八成了